苏星的自传题小说《结婚十年》援助第八章少奶奶生活好容易等到明月了 那天早晨,老黄妈彭婉桂圆煮蛋来 她说,少奶奶你等些可以起床了 供神的桌子已经摆好,只要外婆家满月礼台来 便可以抱宝宝拜菩萨,我答应了一声,心里满是兴奋 奶妈也抱着促促走过来,请示促促如何替她打扮 初秋的早晨不见太阳,显得有些阴凉 我便说给她穿件黄段子薄家袄吧 葱白段绣花的墙宝,促促看上去活像个小公主 我自己也匆匆吃完了桂圆雨淡,支撑着下床来 只觉得身于乱晃,走起路来像腾云架雾般,摇摇欲倒 我说,老黄妈快过来扶我呀 她来了,用一只黑而粗糙的脏手捏住我碧薄 我碧薄更显得苍白与细瘦了 坐在红木的大梳妆台前,我几乎不认识了自己 下巴是尖尖的,鼻子显得过高 贫血的脸上白净的一颗黑皮也没有 我很伤心,就算给我长上立面窗吧 绝也可以使我增加些妩媚 一个人五官生得太端正了 常常会显得单调 这正同销索的秋矿一般,精致令人起缭络之感 想到这里,我不禁流下泪来,但连忙自己是干了 今天是促促大好日子,怎么可以哭泣呢 洗好了脸,我便略梳下头发 整月的睡卧把我的头发都搅坏了 断的断,打结的打结 我手持木书轻轻抓,手臂有些酸 头上的乱给却仍旧休想解的疯毫 老黄妈说,别太用力呀 梳痛了头皮,疑是要做毛病的 我无奈,只得胡乱抿了几抿,照上一顶黑丝线坠碎红珠的发网就算了 老黄妈替我拿来件绸旗袍 浅蓝色的,像窗格子外面的幽幽天空 我把它背在身上,似乎觉得宽绰绰的 只有靠腰围一部分显得窄些 我伴对着老黄妈,扮相自言自语地抱怨道 怎么满月了肚子还不小呀 怪难看的 老黄妈回答说,养过孩子的妇人肚子永远是宽秃的 皮皱的起花纹,像老太婆的面颊儿 我听了心中又是一阵难过 垂下头瞧自己扶得长的旗袍下摆时 只觉得一切都空荡荡的 好像做了一场梦 正伤感记,只听见楼下人声喧扰起来了 老黄妈侧耳一听忙告诉我 说是外婆家送满月礼来了 少奶奶我快些扶你下楼去吧 我点头没有话说 心里酸楚楚的 款款随她下了楼 在楼梯下我碰见了闲的父亲 就轻轻唤生 爸爸,头再也抬不起来 我想不到此刻这么快的就会碰到她 我真怕见她的面 仿佛自己做了件错事般 无言同她招呼 但是难关毕竟也过去了 早些过去也好 现在索性老起脸皮 去瞧母亲给我送来的东西吧 母亲送来的东西又是这么多一大堆 松顿小偶120件 连的夹的单的都有 滚领的颜色又不肯与衣服尽同 有的还绣花 我知道这里有许多是五姑母费心设计的 选料子配颜色绣团花都是她的拿手本领 我这次养了个女孩 定给母亲以大大失望 但同时却也与五姑母以大大方便吧 女的总可以打扮得花俏些 莲红的 橘黄的 湖蓝的 葱白的绸子 织着各式各样的花纹 有流浪 有珠网 有碎花 有动物 有简单图案 有满天星式的大小点子 有浮云掩月般的一种颜色 遮住另一种的 分也分不清 数也数不出 瞧得人眼花缭乱 此外又是各式跳舞衣 120件 连衣连裙子 细像的也有 圆筒状的也有 长短袖的都有 没有一件铜饰样 没有一件类似颜色 我真奇怪 他们都是打从那里挑选来的 原来当我寂寞地 独卧在床上的时候 他们都打一地热闹着 东奔西走 选衣料去了 误不弃脑杀人 除了这两批以外 上有小大衣了 融线衫了 背心了 披肩了 形形色色 共有360件之术 衣裳之外便是鞋袜 袜是现成买的 不过大小花样不同 鞋子却又勾心斗角起来 明月应该穿老虎头鞋 因此这老虎头鞋 便足足做了时双 有大红级绣黑白花的 有金黄断坠黑绒花的 有胡色断定碎珠花的 有粉红级印五彩花的 一只只老虎头上 都有个很大的王字 眼睛鞋挂 黑白分明十分神器 其他尚有传鞋了 像鞋了 猪鞋了 兔鞋了 狮子头鞋了 花花色色 害得红黄绿白黑猪肿软皮鞋 都湿了光辉 显得太简单 太呆板了 除了穿着之类以外 还有吃的东西 准备把神的 有长命富贵 长就是长收面 富就是面锦 我们摁成人叫做烤夫 贵就是贵猿 至于命却用什么来代表 我不知道 只见另外有一堆雪白的羊糖 大概及此物了 这四样东西 都用大珠红圆盘装起来 上插绒花 福禄兽三星象等 四盘当中有二盘插兽 我想母亲大概也就为 促促侍女的 福禄无份 只好替她多求些兽吧 我想象得到 母亲准备这些东西时的心情 本心一点不起劲 却又不得不装作起劲 否则给人家瞧着 连你娘家都不起劲了 那不是要起伙 踏上我的头来吗 生女儿真是件没光彩的事 女儿生了外孙女儿 又是一番没光彩 我可怜母亲一事 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真是太多了 这番又何必勉强 给我装体面 费心费钱地弄了 这许多东西 来给这里人们 懒洋洋地摆上把神桌呢 黄大妈说 香烛点好了 少奶奶 你抱娃娃来做衣吧 但是我婆婆马上就拦阻到 她祖父关照过 女孩子用不着拜菩萨了 等明年养了弟弟 再多磕几个头吧 杏英咧开嘴巴 嬉嬉朝我笑了 我几乎累落 只好咬着下后走开 午饭的时候 同共只有百三桌酒 朋友们都不通知 至亲送礼来 可必还的也都退了 我的母亲到十一点半才来 见了我 只说一句 投胎养女儿容易长大 之后便漠然了 贤的父亲遇见了她 勉强装出笑容 道声 外婆辛苦 做外婆的也只好连说 那里 那里 心中仿佛很溃煌似的 吃饭时 我的母亲做首席 我与杏英在下手陪着 婆婆也与我们同桌 公公却在南宾席中 我的母亲在坐定时 略抬眼扫了那面一下 仿佛有些疑惑似的 她在猜想嫌为什么不回来吧 养了个女的 她还有什么兴头 爸爸回来吃迷月酒 只让我一个逃不掉的 再挨人家冷脸罢了 杏英提起酒壶 向我的母亲敬酒道 外婆恭喜你 抱了个外孙女儿 我的母亲苦笑了一下道 生男育女可是做不得主的 好在他们两口子年纪还轻呢 我的脸上直发烧 心中怒火更狂然着 心想你们这批 不自尊重的女人呀 少了个卵 便自轻视自己 到如此地步了 我偏要做些事业给你们看 请别小觑我同醋醋 我们可绝不会像你这个黄毛尖嘴的丑丫头呀 习散后 我的母亲将回去了 她只拖延要小便 叫我陪她到后房去 在后房她拉住我的手污液道 儿呀 委屈些吧 做女人总是受委屈的 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 我友然挣脱她的手 腹中自寻思 我偏不要养男孩 永远不 我要找职业 我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 但是我的身子还没有复原 辛苦了大半天 母亲去后 我仍旧倒在床上了 恩成人多的是不合理规矩 当女人坐场后 仿佛像太上皇 什么也不用理会的 就是公婆死了也不用送丧 一切都可以免疫 然而只要是过了这一天 过了明月的一天 就好像已给你生劳了铜筋铁骨似的 从此什么都得做 一切例数都不能或缺的了 就连吃东西也是这样 做产的时候 他们每天除三餐外 还给我吃上下午点心 晚上也有上半夜点心 下半夜点心等等 一天24小时内 同工要吃上7次 可是过了月那天 骤然便省去三餐点心 下午还有 过此则是长夜漫漫 任你鲁夫代担 老黄妈再也不问一声 有时候我实在饿得慌了 便装作截手 暗中摸索到后房去 高声咳嗽了几下 借故寒醒老黄妈道 厨房里可有什么带汤的点心没有 我的喉咙有些难过 给我润一润嘴巴 老黄妈悟悟几声后 却又变卦 少奶奶你还是静静地睡吧 喉咙过会子就会好的 明天还要捧早茶呢 说起捧早茶 真是见够麻烦的事 公婆清早六点钟起床 等她们洗过脸 我得赶快捧两杯刚泡好的热菜上去 因此 我至少需叫她们早起床半个钟头 梳洗完毕 穿着的整整齐齐的 于是老黄妈给冲好了茶 由我用一支椭圆的银制茶盘 乘着端了过去 公婆的茶都盛在两支有盖的细瓷茶碗内 燕子花纹 另外有一支无盖无花的绿玉盏 是专门泡茶给杏英喝的 信英起得迟 有时候我已经在吃早点了 看见她起来 赶紧放下饭碗给她递茶去 但是她总是有意和我过不去世的 瞥见我来了 便另外拿起杯隔夜盛茶汁来连连吸 一面挤嘴宁笑道 嫂子不敢当 我的茶已经有了 你快去吃完了饭抱女儿吧 我没好气 便一声不响把绿玉茶杯重重放在她面前 拍得一响 废水四溢了 吃过了早点 公公便看爆 婆婆吩咐佣人买小菜 小菜买来后 婆婆便在厨房内吩咐指挥 鲜肉该切丝或剁酱 鱼该清炖一红烧 什么都要她的主意 杏英也挤在里面 看见小菜熟了便用手指抓来吃 婆婆喝它 她只伴鬼脸 天晓得 她就是故意不扭着 也已经活像张鬼脸了 我瞧着只连连恶心 我不好意思不下厨房去帮婆婆料理料理 但是这里人多手砸 什么也插不进去 奶妈闲着没事 也抱着醋臂来凑热闹 于是大家都有了对象 就是拿她做话题 对着她讲 等到她睡熟了 还舍不得放她上床去睡 女孩子们只要生得俊 在落地时候虽然惹人闲增 但久而久之也就慢慢地能够逗人怜爱了 我的簇簇有漆黑的童子 原而大的眼睛 长得紧密密的睫毛 笑起来一闪一闪 像药木的星星 我们大家闲着没事做 便千方百计地替她打扮 我会剪纸花 找张大红鹤贴 我能剪出小兔子 小猪 小剪刀之类 我把这些剪出来的东西贴在她的小圆脸上 鼻梁当中再贴条两头尖的红条儿 等会儿接去 红花便清楚地印在脸上了 婆婆说 孩子们脸上不可多贴花 因为他们睡时灵魂而要出去的 即找回来时 若认不得自己脸孔了 岂不糟糕 她给她买了支银像圈 套在井间 说是可以锁住命根 到了下午 我很想睡午觉 但是这也得偷偷地 因为我公共最佩服曾国藩家书 说是至家以勤俭为本 而睡觉便是不勤的先生 秋天的夜里虽然长 但我因苦于早起 故非拿午觉来补足不可 有时候听见公婆喊了 便赶紧跳下床 拿冷毛巾付住脸孔 半晌 才清醒过来 装作未睡过似的 去答应他们 少奶奶生活多无聊呀 问得慌了 我也想到娘嫁去走走 我的母亲也住在城内 跟我家不远 只是我要去看她 却又须费许多周折 先是我要瞒着公婆去通知她 说是我要归家了 于是她是差人来向我公婆请示 问他们能不能答应 他们倒是一定答应的 只是还不能马上就去 一定要先责定日子 由母亲这人来接 或由夫家派人送去 去的时候 这里还要买果包吃事之类 叫我带回去追赠那里的亲戚灵社 回来的时候 那面又要多买这类东西 叫我带过来分赠此地请人 因此我很感到麻烦浪费与不安 索性也就不太想归家了 这样多日不去之后 去时易住不惯 东西安放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 我只觉得母亲渐渐地变得生流起来 而夫家一时又不能私熟 因此自己心中只觉得不落位 促促一天天长大起来 知道认生人了 每到傍晚时 她便推着不要我抱 两手向外乱滑 想找奶妈 我又感到无限的空虚与快快 促促做些什么事呢 一个读过大学的女子 总不该长此住在家里当少奶奶吧 家里真是无味极了 什么可做的事都没有 看书又要给人说 像煞有介事 又没有可谈的人 朋友们知道我结婚后 与公婆小姑同住着 恐怕不便也不来看我了 我只寂寞地从早等到晚 从夜里等到天亮地 等着等着寒假到来 那时候贤总可以回家了 虽然还陌生的 他总是我的丈夫呀 天天我等着他 等着他 预及日子预长 清早起来看看偌大的一个房间 放着这许多器具食物 每次试镜了又扬上灰尘 上了灰尘后又把它试镜 无变数地替他们服务着 想想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孩子的尿布洗了又撒湿 湿了又去洗 新鲜的 兴奋的心情已经过去了 我只觉得这也是没意思的 至于我自己呢 还不是天天站在这衣镜前 敷上了粉又洗掉 洗过了脸又擦粉 看来看去只有公婆姓英奶妈 促促老黄妈这几个人罢了 便是他们都称赞我为天仙 与我又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真活得无聊呀 我暗暗叹息着 还只有19岁呢 自己更加叹息起来了 觉得未免辜负此大好年华 结婚能够催人老 尤其是早早养了孩子 人家见你抱着孩子 就不会想到 其实你自己还是一个大孩子了 人们干嘛要结婚呀 齐民是聪明的 他说不想结婚 但是他却不该眼瞧着我 让我一个人来当傻子呀 男人就是这么自管自的 硬心肠家伙 甚至于我的丈夫 唉 我已为他受过这么多的苦难了 还尝尽无边寂寞 他也是不管我 一味地随我去呀 他为什么不早些回家来呢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能够 squeeze我 就拜讨你什么事 我直接想把你的朋友 了我 让你让你移民 我只是阻挤了一句 我便我 小孩子的 你们把你轻小的